- 热提到HONDA 很多人的直覺肯定會聯想到 CRV FITZ 這些車款 不過更多人不曉得 它其實有出了一台 號稱東洋法拉利的 NSX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主題 那以台灣的販售來講 它只有一個車款 也就是1280萬的款式 那它所使用的是油電混合的科技 所以縱效馬力也來到了581匹 講回到模型的部分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多美的NSX 那我這台是有新車貼 也就是有年份的設計的 那以實車它的外觀來講 車頭所使用的是一個大面積的V字型的契發 那上方還有一條細細的鍍刻石條 那以上方這裡 行李箱蓋這裡 因為它是中置引擎 所以前方是行李箱蓋 不過因為油電混合科技 所以裡面都是馬達還有電池 那它在上方也有開兩個口 要來為馬達電池做散熱 再來測試的話 超跑都是講究空氣力學的 那以NSX也沒少 它側面的板件 還有一些導流的設計 尤其到吸柱的部分 還採取了鏤空的設計 一部分讓冷空氣 可以由下方進到中置引擎的部分 上方導流到尾部 來讓尾翼增加下壓力 那以車頂所使用的是碳纖維的設計 再來車尾的話 它也沿襲了一代的設計 就是貫穿式的尾燈 但是以第二代來講的話 是更為前衛科技感的 那在下方所使用的就是 中置中出的排氣管 再來我們來實際移動看看 多美的移動品質 還有懸吊的回饋 一向都是非常棒的 不過還是在輪圈的造型上 可以再更加的細緻一點 好 那我們今天的NSX的介紹就到這裡 別忘了Youtube記得按下訂閱 掰掰